中宏建交 中宏建交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国驻洪杜拉斯使馆正式开馆 将为两国增强政治互信 深化武士合作 增进人民友谊搭建桥梁 同时洪防也正积极推进驻华使馆建管工作 中方将予以大力支持和协助 中方运同洪防已到 加强友好往来 增进政治互信 推进务士合作 让中宏友谊之术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敦促 美方相关人士 恪守住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洪森首相的有关表态 反映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普遍忧虑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及其核潜艇合作 制造核扩散风险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 迫害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我们一向反对有关各方 在半岛周边举行刺激性的军演 搞施压对抗的小圈子 这些做法充斥冷战思维 激化各方矛盾 加剧地区紧张 无助于化解冲突 增进互信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 是非屈指决定立场 主张均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 不存在只重视某一方关切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北约多次公开表示 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 没有变化 不寻求地理突破 亚洲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 也不需要建立所谓亚太版北约 但是北约却执着东近亚太 干预地区事务 调动阵营对抗 这到底意欲何为 北约相关动向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 美国的军用舰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挑衅 执意到中国的领海领空附近搞什么抵径侦查 耀武扬威 这不是维护航行自由 而是在推行航行霸权 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行为 这种霸权行径 才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 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利 但坚决反对 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 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中国军队依法依规 开展海空现场应对 相关措施 安全专业合法合理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科考船在本国管辖海域 开展正常科考活动 正当合法 不存在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的问题 双方围绕按照两国援手 去年11月巴黎岛会晤共识 推动改善中美关系 妥善管控分歧等 进行了坦诚 坚实性 富有成效的沟通 中方就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 阐明严正立场 双方同意 继续保持沟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